法国在总统马克龙和美国总统乔拜登进行电话交谈后 决定将派回驻华盛顿大使 数天前大使被召回以抗议美国对潜艇交易的立场 声明称两国元首决定展开深入挫伤 为实现互信创造条件 并提出实现共同目标的具体措施 并指出双方将于10月底在欧洲会晤以达成共识 以保持这条道路的活力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表示 中国将停止在海外建设燃煤发电厂 不再支持依赖世界上污染最重的华石燃料的建设项目 此举旨在增强北京在气候问题上的信誉 在境内中国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之最 俄罗斯维交部表示 中国俄罗斯和巴基斯坦的特使 在卡布尔会见了塔利班宁时政府高级官员和阿富汗领导人 讨论组建政府反恐和应对人道主义局势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第76级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 凯什米尔问题和维吾尔人的权力问题 埃尔多安在凯什米尔问题上深有感触 至于维吾尔议题 他只说 我相信因加大力度保护维吾尔人的基本权力 引发反响 中国多年来对维吾尔人的破坏和压迫 已被国际组织记录 并被一些西方国家描述为种族灭绝 联合国秘书长此前收到了来自阿富汗塔利班的信件 塔利班在信中要求参与本周举行的联合国大会 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谁在联合国代表阿富汗以及联合国是否回信等问题 将会由一个九个成员国组成的全权证书审查委员会决定 正在美国纽约参加联合国第76级大会的外交部长 乔乌士欧鲁 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举行双边会谈前 发表了简短声明 布林肯表示 还将在会议上透论叙利亚、阿富汗和卡拉巴赫问题 并将土耳其和美国描述为 强大的伙伴和北约盟友 哈萨克三总统卡西姆·球马尔特·托卡耶夫宣布 该国共有31%的人口接种了武汉病毒疫苗 在第76级联合国大会框架内 给武汉病毒疫情峰会的视频信息中 托卡耶夫表示 他支持多边努力以改善对全球健康风险的集体防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